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继续向下学习这个新的内容 上一节课呢 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GUI程序 把这个我们这个用户输入的这个文本 在云端转化成了这个语音 并且呢下载到本地保存了起来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继续向下继续扩展这个功能 既然这个MP3文件已经下回本地了 那么我们就不必要每次非得去打开这个文件夹 然后再用这个Windows自己的这个播放器 去播放这个MP3文件 我们可以让这个程序自己去播放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课程介绍 好我们今天主要实现的这个就是 视听云端合成这个MP3 当然是一道一些这个MP3播放啊 这一系列相关的这个操作 那么我们想要视听云端合成这个MP3的话呢 就需要使用这个Python脚本播放这个MP3 并且呢因为播放MP3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 如果是都放在这个槽案树中执行的话 这个GUI肯定会卡死的 所以呢我们要进行一些多性型的这个处理 那么支持我们今天的这个两个任务 首先是使用Python播放MP3文件 然后是这个多线程处理 好我们现在看这个使用Python播放MP3文件呢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PyMedia这么一个扩展包 因为Python本身它对于这个MP3文件解码的话呢 本身就可能不太擅长 所以它要进入其他的这个扩展包 PyMedia这个扩展包呢 这个Anaconda中 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个解释器 Anaconda中呢并没有包含 所以我们需要自己去装 装的过程呢也是很简单的 我跟大家说一下 下载的这个Windows平台的这个 嗯扩展包呢 扩展包呢 是这个啊 在这里有了没有 PyMedia在这 对不用扶着 嗯 PyMedia 然后是这个whil结尾的这个文件 那么装它的时候呢 直接用这个 Pipe因死到 然后呢 敲回车就可以装了 那么 它会默认呢 把这个扩展包装到我们这个Anaconda 这个解释器的这个路径下面 啊 这边我不再给大家重新装了 那么装完之后呢 就可以使用这个PyMedia去解码这个MP3文件 那它这个播放的这个过程呢 是一个循环 就是读取文件然后解码播放 循环一直到这个文件结束 好 呃 那么这个Python播放MP3文件呢 嗯 像这种MP3文件解码这种啊 要求运算比较多的 一般Python都是 呃 借助于扩展包 那么扩展包的这个 啊 PyMedia 我没有做过详细的调研 只是使用它 一般像类似于这种的扩展包呢 像包括图像处理啊 啊音频处理啊这些等等 啊 它实际上都是由这个比较快速的这个语言啊 啊 然后呢 Python直接去通过这个 DLL Ctypes 然后掉用它的这个 呃 C加加编写完了这个函数啊 所以呢 它这个本身这个速度呢 还是很快的啊 因为Python本身啊 它这个效率呢 不如C加加那么高 所以呢 它就借助了这个扩展包去掉用这个C加加编译好的这个 动态链键库去实现 那么这也是 呃 Python脚本的一个非常显著的这个特点啊 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呢 我就通过其他语言的这个优势去弥补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怎么样使用Python播放这个MP3 呃 这个PyMedia呢 实际上我们搜一下啊 在百度里面一敲这个第一项就能出现它的这个官网 然后呢 我们进入官网之后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下载一些啊 而且是文件安装啊 我这个是不是在这个上面下的 是在一个呃 专门为Windows提供这个Python的这个扩展包的这个网站上下的 然后呢 在这边你点开它的这个教程里边会有一项 呃 在这边 然后大家打开之后呢 是可以看到这个呃 它提供的这个使用的历程啊 呃 定义了一个这个Aplayer这个函数 然后呢 呃 怎么样导入这些包啊解码等等啊 这是它官方给的历程啊 那么我们这边呢 呃 我没有完全参照官方这个例子啊 是自己写了一个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自己的这个播放函数是怎么实现的 好 首先我们还是 呃 啊一样的要导入这个呃 呃 Python的包里边的相关的一些呃 方法啊 在这里我们也写了一个这个函数 首先呢 我们 先导入这四个吧 呃 可能会报错 因为这个搜索里面没有搞定 我就先导第一个 从这个Pyramedia这个呃 mixer里面导入 然后再把这个audio相关的这个编码的方法也导入进来 啊 然后就是这个sang的啊 升卡相关的 那么也导入进来 那么也导入进来 然后就是啊 bosfmplus相关的 那也导入进来 那么在这之后呢 那我们要指定一个文件给它播放啊 我们就指定我们合成的这个吧 路径传递过来 路径传递过来 file name 然后这个注意这个路径呢 呃 反斜杠又用两个 不然就变成转移符了 下边是temp.mp3 好 这就是我们要访问的这个文件名 呃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官网这边是 呃 用这个mixer去解码 好 我们程序这边呢 操作也是类似的 好 这个file path 实际上就是我们指定的这个file name 我们直接把这一项 刷递进来 然后对它进行 读取 那么这两个参数呢 先设置为那 啊 就是这个decoder解码器先设置为那 然后output的就是 啊 一平输出 相对于跟我们生卡相关的 也设置为那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文件 读进来 读的时候 注意要用这个二进制的这个形式去读 好 file path 还是改成我们的这个 file name 好 图进来之后呢 啊 data先负一个非空的变量 那么这一个是一个空格子无传 下边这个就是我们 呃 PPT中所讲的这个 读取文件 解码 然后循环 直到文件结束 嗯 怪不 ñ 可以